今天和大家走一條不算熱滿, 但看日落超美的九徑山 首先我們會從何福堂書院出發, 先沿密徑石段走一段, 再接上往發射站的分岔路口 走一會就會看到旁邊有一條石間可以拍照 離開石間繼續上山, 沿途會經過東星亭, 再走一段天梯就會到發射站 上這條天梯真的很累, 不過附著欄杆一步一步上, 總會到山頂 大約兩個小時, 終於來到這次路線的最高點, 直升機坪了 上山段路都挺累的, 不過路面情況挺好, 因為都是石屎樓梯 但中間的過程挺悶, 因為沒有什麼風景看 但當你上到直升機坪打後, 其實風景非常美 可以看到黃金海岸, 甚至大南沖水塘一大景色 加上沿途有很多巨石給大家拍照打卡 甚至這裡拍的都非常不錯 山頂附近有很多巨石, 有些人會選擇直走直過 但我喜歡在不同的石頭上看風景拍照 在山頂玩舊石就下山了, 下山主要是走到發射站的另一邊, 落到墨徑石段, 再出到屯門市區 最後這段路也是整條路線最難的地方 下的都是碎沙碎石路, 要小心慢慢走 所以要遇到足夠的時間下山 如果想看日落的朋友, 我會建議在山腳附近找大石看 或者在山頂看完黃河復塘方向下山 雖然山頂下山會有一大段距離 但走的主要是樓梯, 晚上走就不會太危險了 當然要帶上夜行裝備吧 隨便吧 Stud焦